请向上给大家抽出 今天晚上的特等奖 大陆首富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 最近为自己的公司熊猫直播 举办年终晚会 奖品之丰富 让人大开眼界 那我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 以下四个选项是吧 以下哪一个电影 没有获得过最佳影片奖 王思聪现场晚起直播答题 总奖金高达人民币六十万 约台币两百八十万元 有一位员工光是在这个环节 就拿到超过台币二十五万块 而看看奖品区 除了基础的iPhone X MacBook Pro Dyson吸尘器 特奖更是寄出Apple大底包 价值台币四十六万的 十五天欧洲双人行 和达成造价十四亿 王思聪私人飞机的独家体验 大家都在场 感谢一下大家在一七年 付出的这些努力 希望你们也 不要太轻烈就走了 名言老板杂钱留人 据陆媒报导 像是艺人黄晓明 就送给经纪人百万豪车 包办员工过年的回家机票 最多的还可以领人民币 五位数红包 周董也为年终砸下近千万台币 发两个月年终 还提供意大利豪华旅游 而从员工出名的范冰冰 则发出人民币二到二十万的红包 最高可以领台币百万 号称工作室三年 零人离职 豪气发奖金 果然成功留下人才 记者唐全报导